暑假很多的同學在打工 我們上面看到的這位是在台南規模最大的花園夜市 才五歲的妹妹也學哥哥姐姐在那邊打工 拿著大聲工在那邊叫賣的時候 發現她眼睛大大的好可愛 好多人拚命幫她拍照 第一天賣就讓阿姨的業績長了兩成 那麼平常很活潑 妹妹看到這麼多人在圍著她拍照 想要採訪她 她說真的好害羞 阿姨做主人買好吃的酥水糕 也太可愛了 五歲楊小妹拿著迷你大聲工賣豬血糕 別以為她在辦家家 她的小手拿著看板 後面就是阿姨的豬血糕跟零角酥攤位 一場串的叫賣詞 楊小妹背的有夠清楚 無辜大眼睛 可愛的模樣 讓所有路過的遊客都忍不住停下腳步 一邊拍照一邊說真可愛 好可愛喔 有沒有看過這樣子叫賣的 沒有耶 而且這小女孩好可愛好漂亮喔 很可愛 暑假打工吧 只有水糕 因為她平時還蠻活潑的 然後就是覺得她很喜歡熱愛夜市的生活 對所以想說就是來這邊談一下 阿姨說楊小妹平常活潑機靈 長得又超可愛 暑假到了才領機一動 乾脆帶她來打工 幫忙叫賣當活招牌 同一次叫賣打工的楊小妹看到這麼多人圍著她 童言童語說真不好意思 外國遊客看到叫賣小妹原本不敢吃的豬血糕都很夠意思的捧場一下 看來花園夜市除了叫賣歌 這位五歲叫賣楊小妹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魅力超強 每一種族來買好吃的豬血糕還有林教授 昨天熟來關張高夢柔台南報導